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来台湾之后就发现在大街上的狗狗还真的挺多的 而且像学校里也会有怀生社也有笑狗 爱狗人士表示真的是太开心了 前几天呢我在台中路过了一个流浪动物的收容所 就是真的有被感动到 因为这边政府建的那些流浪动物收容基地都特别的温馨 就是很像是小朋友的幼儿园一样 那在这边呢动物保护做的也非常的好 前一阵子我就去台北领养了一只小狗狗 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嗨 我今天来到了台北 看我的身后大家可以看清吗 都很可爱 好多小狗狗哟 虽然呢我很爱我的小狗 但是不得不说他们钓毛真的是有点太多了 我还特意去买了除满的吸尘器 除了小动物钓毛啊 人也就是经常钓毛 像我这个头发就已经很秃了 它每天就是感觉要钓无数根 所以有的时候就在想啊 人啊动物啊就是别长毛就好了 不长毛不会有这种钓的问题 最近真的是到了一年里最热的时候了 我这几期拍的影片 穿着的会比较清凉一点 大家假日可能都比较喜欢去海边 然后像女生都会穿比基尼 男生就穿个泳裤什么的 这个时候我想到一件事就挺尴尬的 因为不管是穿比基尼还穿泳裤 就身上的毛都会一览无余 一说到这个毛的问题吧 小杜就突然想到了一个特尴尬的事 正好在这给大家分享一下 当时是上高中 然后我同车一直都是一个挺帅男的 挺帅的男生 夏天的时候大家难免都会穿短袖嘛 而且那天晚上我正好是拿那个刮毛刀 脱完我的寒毛 就是写作业写字的时候 大家也是就是难免会碰到彼此 进行一些身体的接触 当时写卷子的时候 我当然又是碰到了他 他突然跟我说 为什么你身上那么渣人呀 我第一反应就是 为什么 第二反应就是完了完了 我昨天用那个刮毛刀脱毛来着 大家有脱毛研研人一定知道 就是毛长得都特别快 然后第二天可能就会渣渣了 第三天第二天之类的 我就是刚长出来那些小短毛 扎到他了 所以我就是一个渣女 随着后来年龄慢慢的增大 就是脱离了青春期 我朋友们都开始就是去医美诊所 进行脱毛了 那样的话就是 的确是不会长出来很渣 然后长得也很慢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太贵了 我真的不想把钱都浪费在这个上面 我最近呢也是入手了一个 还挺好用的脱毛工具 展示给大家 非常非常有质感的小盒子 其实这里面装的就是一个脱毛仪 但是它是一个家庭版的脱毛仪 它没有很大 也就是比我的手再大一点 这个尺寸 从买它到现在 我是已经用了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相信有过在医美诊所进行脱毛的 我的兄弟姐妹们一定都有一个经验 就是在脱的时候 雷射打到身上都会有一点疼痛 所以今天我真的还挺推荐 YULAC的这个家用脱毛仪 因为它是那种无痛的雷射脱毛 就看这个 这个就是蓝宝石平面 会在你进行雷射的过程中 一直让你的皮肤表面降温 保持10到30度的这样一个温度 其实我觉得根本就达不到30度 真的特别冰 所以它就有一个镇痛的效果 咱就是说 让你在家舒舒服服的把毛给脱了 而且它的平面头设计也特别的友好 其实我打二打三的时候 就是贷款 嗯贷款 分期付款买过一个别的牌子的 嗯家用脱毛仪 但它们的那些头都是凹进去的 不像这个是平着的 所以那种头打完了之后 你就是烧焦的毛发 它就会卡在这个缝缝里面 就是特别难清理 可是这种平面就完全不会有那种情况 并且呢 U-Leg脱毛仪 它的这个波长范围也特别的广 就是你打下去 就是覆盖的地方啊 深层浅层的毛都能给你覆盖住 而且它还有五个挡的调节功能 就是你可以 毛比较稀少的地方 用一些微弱的这种挡一挡二挡啊 我觉得用过几次时间久了 然后可以接受了 并且你的毛还挺顽固的 那你就可以开五挡 因为我已经买这个 脱毛仪一个多月了 嗯从刚到的那天 我就开始用 到现在为止 就是真的毛发慢慢的有减少 然后长的也挺慢的 特别是腋下 一般腋下长的都可快了 但用之后就是明显肉眼可以看到 它就长慢了很多 我这个是在虾皮上面买的 虾皮上就是也有 yolag他们家的这个官方的店铺 然后现在好像是在做活动 反正我买的时候在做活动 有送我脱毛的时候使用的墨镜 送了这种舒缓皮肤的颅秽胶 还送了我电动牙刷和洗牙器 只花一次钱就可以在家永久的脱毛 CP值超级高 登登登登登 在这里呢小杜也为一直关注我的家人们 领取了一个福利 又一次机会哦 就是下单的时候在备注里 备注上我的名字 小杜的台湾生活日记 把这几个字打在备注里面 就可以获得优惠30的马币 新加坡优惠10新币 台湾赠送300新台币 真心希望大家趁这个机会购买 就是能拿到一堆赠品 还能很便宜的就得到了这一款 永久的脱毛衣 台湾的夏天真的是很长很长很长 对我来讲差不多有9个月10个月吧 所以大家的皮肤真的是一般都是露在外头的 我觉得现在男生对自己的形象管理也是很到位的 所以希望呢男生也注重一下自己的毛发 就那种长长的腿毛啊 还有什么鼻毛的 我觉得还是稍微少一点比较好看 当然了这只是我自己个人的审美啊 这样的话就非常期待以后的生活 去海滩啊出去玩 就是不用担心尴尬的问题了 当然高中生也是不要犯我曾经的那种错误 实在是太令人尴尬了 啊当然了如果你真的买了兔毛衣 也不要在自己的小动物身上对它进行实验 就是小动物们的毛毛还是非常可爱的 拍完这期影片的时候 我和我的小狗正在睡觉 你看 能看出它非常的爱掉毛吗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马首说拜拜 拜拜